上一天咱们讲到了杜成他们这一帮人在上海这边跟小勇干起来 然后让小勇这一伙人直接就给干了 杜成他们不甘心 于是找到了大哥 让大哥亲自出面去帮自己处理这些事 没曾想人家郑哥就说了 这件事我不太方便出面 你先找三哥或者找你三哥 找那某的云山或者找那个广州的药山 找那个或者说徐老五他们 你们几个严严着 你们看咋种 那这事就咋种 我就不采运 就当我不知道这个事 杜成一听 他躲了 大哥也是名理阿里也是答应了 那咱就开始办那事 于是第一个电话呢 就给谁呢 就给内蒙的云山三哥就打过去了 电话这一打过去 云山这边吵门吵门电话 跟杜成的关系非常不错 拿电话发一接 喂 杜成啊 打电话了 哎大哥 哎你跟哪呢 我个内蒙的呗 我个哪我就在内蒙呆着呢 哎哥 你这么的呗 你那个来趟上海啊 我去到上海咋的了 我我那哈 我有点事不找你 啥事呀 要是重要的事吧 我就不行 我就喊喊喊我就去 要是没啥太大的事吧 我这两天可 那个内蒙那边事挺多 不着手啊 咋的了杜成 我让人给揍了 你让人给揍了啊 都谁 我丁军伟 还有那谁 这个小宝 我们一帮人 还有那谁 曾耀邦 还有那谁 百丈大哥他们 我们这一帮人 都让人给搂了 那你给我打电话 你给你哥呀 找郑哥呀 郑哥咋说呢 我没给我个打电话 我现在跟你来呗 我干啥去呀 你帮我干他们几个 你干这样干输了 然后你让我出面 替你们这帮人出头 打他们 对哥 那不行啊 不是哥 我是你弟弟 我还欺负了 你跟谁干这样 我跟小勇 大伟大军 警力我们几个干起来了 你们的事让我去 咱也差辈分呢 这个事你得跟你哥商商量 不是哥 你不也是我哥吗 两个概念 你哥知不知道这事 不知道啊 那我也不知道 诚哥 我这挺忙的 这些小事吧 你就背着我了 这些小里小区的 不行 你往广州打电话 你们往广州 有没有时间 我那往那边没时间 嗯 好了啊 爸 哎 哥 哥 都说一句 卧槽 上个咋不来呢 咋 云三把电话这一挂 想骂的 你大哥 郑哥你都不去 我干啥去 再说了 我打人算怎么回事啊 人家那边那么多人 那也不好看呢 你回头一提 杜成 还欺负了找他 去把他们挤个揍了 你家里边咋想啊 我不能趟那趟浑水 这浑水只能让郑哥去趟 拿电话杜成一手懵逼了 都不是傻子 这边一瞅瞅 巴巴一电话 给当时谁 给叶老三 三个打电话 广州那边三个一招 哎 查看 打电话了 三个 那个 我跟你说个事呗 啊 咋的了 我在上海吃亏了 哎呦 妈呀 杜大能的 你吃亏了个上海 是因为啥事你吃亏了 谁能让你吃亏啊 我们一帮人 跟小勇他们长起来了 大伟大军 还有警力 还有几个人 我们就干起来了 没干过他生啊 我现在让你来 那个到那个上海 给我组织公道 要不行 你出手帮我干他去了 啊 是吗 哎呦妈呀 诚啊 那三个也不方便呢 这事啊 那你说你对面 那个小勇他们 我们关系都不错 你说三个去了 帮你干他 打他 那什么玩意儿啊 那也不好听啊 说传统界 一大欺小啊 你这么来读成 你既然给三个打电话了 三个肯定得帮你 哎三个还得是你 那对不对 精神上 永远我支持你 哪 精神上 我永远支持你 啊 完了你再琢磨琢磨 嗯 好了啊 三个这还有事 记住了成 精神上 三个永远是支持你的 谁都不好使 哎呀 哼 这都大能耐也挨揍了 好事 给他点教训看看 要不然不知道 还以为他自己多厉害呢 打你了这回 再说了你 第一个电话都打给我吗 你赶紧打给你大哥呀 你大哥这是不管了 或者把货推给我们了 我们能管这事吗 扯大 都成一吵 三个三个不管 这边那个云山云山也不管 这咋整啊 往这头一圈 又给当时五个打去 五个接的 哎 诚 哎 五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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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呢 啊 那个 你来上海啊 咋的了 干账 谁啊 谁爱欺负了 我爱欺负了 没哥 你爱欺负了 那不行啊 揍他呀 你搁哪呢 跟上海 我现在过去 你跟谁干起来了 我跟大军 大北 小勇他们这一帮人 我们干起来了 卧槽 这帮人你们干起来了 那你这边都是谁啊 京军委 白张 啊 韦涛 那个谁 那个那个小宝 这个我们这一帮人 还有那谁 那个战友 还有那个陈卓 还有那个陈卓 还有老多人了 反正 没打过 没干过呗 你可不可认呢 那你打不过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我就打不过 才找你的嘛 你别找我 你打不过 你别找我 你打不过 我去了 好能干过似的 我腿脚不太方便 那个 再一个人吧 我也不方便 行了 你自己再严严严Jean 下回呢 等下回再干干张 你给五个打电话 好了 把拉一挂 五个没挂 那五个讲话呢 你下回干张网 你在找我吧 这回拉就不倒吧 再说了 你都没打 sung 我去都咋的 我解不了你 在没指撃 把电话都给杜成玩具了 五个小妈非常单純 这是咱干不过 那我就别去了 三哥和当时云山和当时叶老三 他来想法是 你大哥出面自己去研究吧 这是我们不堂堆当浑水 你渡成电话机打完 几个跟几个一吵 没人帮渡成 大家伙也完了 这不扯王们独子 这不废了吗 那咱个这边不是白爱欺负了吗 渡成呢 咱们咋在白爱揍了 不行咱们再跟他约一下 再约一下能有屁用 他干不过才问题是 你们要多动手 咱不就能打过他们 往那边吵吗吵吗 我给我哥打电话 巴巴电话给郑哥一打 郑哥给他吵吗吵吗 啊成啊 哥呀 你那家伙不见笑啊 哪家伙 我找三哥和找那个云山 和找那个叶老三三哥他们 不帮我呀 那怎么说的 说找你 你这回看出谁远谁近了吗 有事说都往后推了吗 哥你不也往后推的吗 你第一个推的 那咋的 那跟上海这口气不出 还不得劲啊 哥 那是打你的 那是打我吗 我们都是你弟弟 还都是我弟弟 哥上海哪呢 我找你去 当面说吧 行哥 我上海那个学会里边 把你过来 把我接你 嗯 好了 等我吧 爸答应吧 文明呢 文明 哎哥 走吧 去到上海吧 杜城那个孙三哥那边让人给搂了 打不过人家 这不是找外员吗 找找 谁都不帮他 我去看看 咋整个这事 一口一个哥叫着 别人都不管 我得管呢 那是我弟弟 大哥 亲自过来的 到哪 到当时上海 跟杜城他们又会和屋里边站着不少老弟吗 郑哥哥这一坐 哥 咋整个 你给我演演这事咋整 啥玩意咋整个 我不跟你说了吗 杰铃汉的西铃人 你们几个揍他不就完事了吗 那我不能参与啊 哥 那你要不参与你来干啥来了 我给你 给你这边的哈官长 我给你那个 那喊助威 这不就当很大事吗 我打不过他 他几个人你打不过他呀 他五六个人啊 你几个人啊 我十来个人 两个打一个打不过人家 他们不敢动他 谁呀 王大友他妈 你不敢动啊 战友 哥呀 人家一瞪眼睛 咋也不敢置身啊 啊 你这么来 我听说你最近也挺浑的 回头我跟你爸说一说 听说你 你这事也不少吧 我得研究你了 这一天跟杜城身边 我现在我就不提这事了 你现在要这么说话 那我得研研究 看看你那些事 我得给你扒拉扒拉出来 不是 不是哥 不是啥哥 啊 既然你跟杜城已经站了 已经不站在通信阵线上了 我跟你这么说句话 你又不是杜城的朋友 那我就得扒拉你 你先不用怕他 我第一个找你 还有谁呀 还有陈罗 还有你呀 行 河北的一起来收拾 啊 还还还 上海的挖野鱼呀 那也收拾他 挖卡拜祥他都没动手 你们我都一个一个走一走 我都看看你们想怎么的 不用怕对面 这回我把话到这儿来 这回我先收拾你们 不是哥哥你们开玩笑的嘛 啊 你不开玩笑了 王伯特他们讲 哇哥 你这些扯啥蛋呢 不是哥 你是我大哥 我不是你们大哥 我是杜城大哥 你们跟杜城好 我就是你们大哥 你们不跟杜城好 我就不是你们大哥 就这么简单的事 不是哥 天塌下来 不还有他大哥哥这儿吗 都怕什么玩意儿啊 年轻人的事 就得年轻人解决 哪个年轻不欺盛 哪个欺盛不年轻 对不对 你们都是年轻人 做多了 做少了 过分了 也就无所谓讲事 谁还能说啥呀 谁还能挑出个理呀 他哼了你 他怎么那么厉害呢 有事找我 我给你担 还怕啥 哥 你是来给他们吃定性玩的 我和啥都没说啊 我也啥都没做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打电话 我问他哥哪呢 我自己找到这这位 哥我没问啥意思了 都明白不要 我告诉你们 谁在往后退一下的 我哥直接收拾你忙 这几个大哥的一听 卧槽 郑哥真能玩意儿 直接讲话呢 你们要不就往前冲 要么往后退也啥干 往前冲也啥干 你自己选 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郑哥就给你顶到这儿了 你要是说那个往前冲一下的 后边有个后盾 你要是不往前冲 那你就来吧 收拾你们都几个都背负着 是连虎在吓我在骗的 那家这几人一听 你咋两个 那只能把杜诚干的 这是掌的 这掌 打电话 说当时我们几个就挺生气 干的 人家正个讲话 那帮老弟别动他 完了你帮几个 这十来个人 揍他 把他叫 电话扒一打 打给谁 打给当时小勇 小勇那边接电话 接杜诚 咋的 你搁哪呢 我搁哪 我搁锁这边呢 啥意思 我找你去 你别走 杜诚啊 你还能咋的 你个这 又找人了 我没找人 还是我们这几个人 那你啥意思 找你好好聊聊 我再找你聊聊 当时那边那个 大军一拿过来 啪啥音 你过来吧 我会说 我等你 我看你能跳出什么 摇额的 你等他 破了 我找你去 挖一挂 这帮小勇这一吵 走 找他去 那你看 挖挖一帮人 直接来到会所 杜诚打车地下来 因为眼睛打得五眼轻 这个戴个墨镜 宝哥戴个墨镜 还有当时定居委 戴个墨镜 神剑客 直接搭着这边 那俩呼啦一帮人 啪啪啪 就往那时会所里面进 你说往里边进 这门啪一推开 他们这六七个人 这不也赶着坐着吗 瞅一瞅 都让他们几个 搞的这个阳相 戴着个墨镜 没觉得出 有啥这个特别之处 再加上后边这些人 他也都认识 当时大军讲话 杜诚啊 你啥意思 诚哥讲话 我啥意思 我不是来找你的大军 找你的人在哪 在这 丁俊伟一瞅着 直接喊了一下 旁边的谁啊 韦涛 糟蹋 那家伙俩人 哐哐往前来 当时大军往前一起 韦涛你赶 韦涛往前站 军哥 不好意思啊 俊伟大哥呢 是我大哥 之前没办法 我都感觉挺挺的优的 这回 啪一吐的 框就一样 给军哥干懵逼了 那家俩上 郭梦一顿打 这边一瞅 小勇一瞅 啥意思啊 这事啊 刚往前一来 大智 智哥就过来了 智哥这一过来 当时这边那个谁啊 这个说那个 那谁 什么那个 王贵啊 还有当时这边那个谁 陈卓也 呱呱也过来了 小勇俩俩 你们干嘛 上去 糟大 啪一拳 那家伙 直接就得消了 宝哥 杜成 往前一过来 直接奔当时这边 那个大伟 你不厉害吗 这一回我看你多厉害 直接冰了扑龙的 框框就不完这事了 大哥一炒这帮家伙 全动手了 往这屋里边 直接给他们 塞头咔嚓 啪啪啪 就弄给干 给打了 直接给打 懵逼了 打的也是挺过分 打的也是挺严重的 直接把他们几个干了 你看这个事 他们几个心里面 能得意吗 你们找大哥了 人家没大哥 接下来 这个事在里边 打成什么样 预知后集 咱们下集更精彩 我看你多厉害 我看你多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